今天我们来学习一幅美人胶小品画 先画花头,笔度调属红,笔尖沾胭脂 中锋先画里层花瓣,接下来侧锋用笔,画舒展的花瓣 后方可以画被遮挡的花头 顶端的部分用偏重的红色点上花苞更为丰富 在右下方加上淡色花头,浓淡变化会更为丰富 叶子用花青加藤黄调墨绿色,蓝多黄少,画上花托 侧锋用笔表现出下面的叶子,中锋画花镜,旁边加上小叶子 最后调整细节,后方可以用中锋用笔加上杂草 用浓墨勾勒叶金,左边落款 一幅作品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?大家也来试试吧 关注我,只要你想学,从零开始教你中国话 老师小休息一下 果然最后背面有关让放进来 黄少 三 opinion precon大刀 مس尾 你不提供 你不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